不少人都喜欢品尝琵琶多汁香甜的果实 但对于这个娇嫩水果的产地却很少有机会到访 太平农会今年也推出了农游太平系列活动 借由琵琶巴士的带领让民众深入琵琶的生长地 还能够体验柴果跟韧阳果树 并创游太平特色景点 这活动呢从16号开跑数量有限 想要参加的民众可得要把握机会 一颗颗硕大肥肥的琵琶是不少老涛的最爱 但嫌少人有机会造访这个娇嫩水果的产地 太平农会连续多年推出农游太平系列活动 不仅有果树楞养以及琵琶柴果体验 让民众亲手采摘黄金果 金黄色的果实让人食指大动 有琵琶树楞养也好 还是我们的现场柴果也好 有一系列的活动 因为农入了我们的一个旅游 跟我们亲子的旅游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我们从3月16号星期天气日 星期天气日都有 到我们的活动结束 所以我们这些喜欢我们的太平 我们的所有农测产品 是我们太平的景点的 还是要带我们的琵琶产业人羞 来做一个欣赏的 所以我们乡亲朋友们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的农会 来做我们的一个网站里面 来做一个我们的议约 除了品尝琵琶乐当小农夫之外 农会也退出了琵琶八市 带民众进行一趟深度旅游 不仅能够造访琵琶的生长地 还能够畅游太平特色景点 像是满烟厂 蝙蝠洞 古农庄等 认识太平的好山好水 有很多的特色农产品 太平最重要的就是琵琶 是一种优质高贵的这些农产品 也是整个台湾每年最早最早生产的农产品 我们希望透过产业文化跟休闲连结 农会代表的企业活动里面 我们希望把我们用这个琵琶八市 带我们到我们的琵琶产区来做一个旅游 还有我们的相关产业 我们的不管是摩奥敦 还有我们地方的各个景点特色 来做整个做一个系列的活动 将农业和休闲产业结合不仅带动地方发展 也期盼借此刺激农产买气 农会表示 这一次准备了20棵果树 让民众来认养 琵琶八市的活动从16号开始 每个6日都能够体验春游太平的乐趣 往年一开放报名就相当抢手 希望的民众手脚可要快